德麻日前藏身台湾五年多 被国际刑警列红色通气 西班牙籍的男子奥纳德 涉嫌在意大利诈骗了 这个好几个亿 在昨天被我国的移民署 强制的驱逐出境了 但是他人是飞到了新加坡之后 居然也被拒绝入境 而就在今天的清晨呢 奥纳德他又被遣返回来台湾了 那移民署就说 他已经被列为禁止入国的对象 目前持续会同外交部等单位 寻求西班牙等国政府来协助 现在他仍被滞留在机场的安置中心 而奥纳德可能继续寻找 其他愿意接纳他的国家